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想把我自己擅长的一些事情 把我的能力就是贡献给这次伟大的活动 我觉得每一个志愿者的梦就是参与到奥运会 所以对这次我的梦它实现了就很有感触 我从小时候喜欢看冬奥会 然后给我那个机会我特别开心 没有下学院然后是我的梦想吧 很严重 但是你一旦有任何人就必须去到最终的结果 来到中国 我获得很多好自由发展具体 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所以为了感谢中国 我很激进博明 作为救援者 诶 森姐 你可以有两个字来总结一下你的一天吗 快乐 诶 今天心里呢 想想啊 充实 充实而又快乐的一天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加油 北京2022冬奥会加油 我们一起向未来 一起向未来加油 我说不愿意 好久不愿意 �诶 电影